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李慧堂 可能很多朋友说他以前的中国球王 我告诉你 他和贝利 斯蒂法诺 还有包括当时贝肯报尔这些人 曾经并列过世界五大球王 他一辈子攻击过1860个球 是世界上总共就五个球星 攻击超过1000个球 他的数量可能是最多的 1860个 而且李慧堂 您可能不了解 他当过亚洲足球联案会的副主席 国际足联的副主席 有人非常奇怪 国际足联副主席这么大的官 咱怎么不知道有个中国人呢 他是60年代当上国际足联副主席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因为李慧堂在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李慧堂当时在台湾 他和台湾当局接触的比较多 所以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 我们这边没有在宣传的 但李慧堂呢 为什么是一代求王呢 1923年 1925年 1930年 1931年 他四次参加远东运动会 代表中国队四次得了冠军 就那时候中国得了四次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冠军 当然参加远东运动会足球啊 比赛也就是四五个国家 但那时我们打日本呢 打什么菲律宾呢 包括当时韩国都没有队呢 打他们西里滑达 一点不成问题 当时当家球星就是李慧堂 李慧堂的最厉害的是卧射 就他摔倒躺到地上射败 这个是他一个绝活 而且李慧堂脚法硬的什么程度 有传闻 说他一脚把人踢死了 有没有这事 有 但是不是跟足球没关系 场外 他是当年的代表中国队到越南的打比赛 结果当时足球很混乱 这是192几年 场上就发生了斗欧混乱 一个越南球迷冲进场拿个棒子 打了李慧堂的后脑子下 那很重的 李慧堂急了 一转身一脚 踢到这个越南球迷的下巴这 然后送到医院去 死了 不制身啊 死了 因为那是这种斗欧当时是不出法律责任的 还有他确实用球啊 把一个荷兰籍球员给闷过枪 他是1931年的事 他一脚射门 十米开外有个荷兰籍的印尼球员 就给他投球顶了一下 这个当时被闷倒的地上 送到医院 26天以后才苏醒 我这一脚太狠了 就说李慧堂的脚法和脚头力量是相当凶狠的 而且技术在那个时候是真是畅度一块 他后来呢是在广东踢球 然后来到香港 他一直住在香港那时候 他和谁是一拨的球员呢 我们现在说香港歌王那个谭永林 知道 谭永林 曾志伟都是香港明星族队的 他俩踢得非常好 曾志伟原来就是香港青年队的 后来是胡宁宝去踢足球 说你这身手这么灵活 你进我们这行啊 就龙虎武师给当踢身 曾志伟当时又瘦又小 还没胖呢 给女的当踢身 曾志伟是这么近的 还有这一段呢 当时这个谭永林他爸爸 和李慧堂是对的 脚法非常好 所以就是谭永林足球为什么踢得好呢 跟家传有关 他爸爸跟李慧堂是一个队的 你说这么厉害的脚法 怎么我们现在就诞生不了这样的球王呢 他当时可能就特殊的环境吧 再加上特殊的训练 他最早就是在那个广东 广东武华县 然后十岁的时候在香港 当时香港足球范围非常好 因为他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所以足球传进的比较早 李慧堂是后来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六十年代的时候 担任了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副主席 和国际足联的副主席 当时名气是很大的 但我们当中的朋友就在说了 如果梁老师不说 还真不知道 怎么国际有这么厉害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